好同学们 那我们现在呢 已经完成了持久事务 那么进来看一下 AC Knowledge 俗称ACK 签收 那老师 别废话 啥东东 说穿了 是不是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 现在出和Force 大家都已经明白了 那是控制事务 那么这儿有一个东东叫什么 第二个参数 签收 那 老师能不能用一句话讲明白 你收快递的时候 有两种 第一种 假设你现在在上硅谷教室上着课 你订的盒饭 你订的快递来了 默认会放在三楼的前台 这个就叫自动签收 那么第二种 你要求真人现场版 开箱检查了以后 自己亲自确认签字 建到快递员了以后 单产签收 那么那个就叫手动签收 好 那么所以说 我们在这儿跟这个类似 我们来说说现在的第二个参数 签收 好 那么来同学们 上一节 我们说过 是我偏什么 生产者 签收 偏什么 消费者 那么有这么一句话 那么大家来看看 现在非是我签收 那么言下之意就是 我现在阳哥先把这些东东呢 全部返回到我们的原始的force的状态啊 就说现在呢 单独来看签收 那么现在把生产和消费者全部干嘛 干翻 那么来 现在呢 他这个签收模式呢 注意 一般而言呢 有三种 那么这三种呢 是 自动签收 默认情况下 也就是我们一直在写的 Auto 那么第二种叫手动签收 第三种是什么 带副本的允许重复的签收 那啥意思呢 来同学们 第一个 Auto 签收 没问题吧 第二个叫什么 Client 手动签收 那么第三个叫什么 Dumps 可以允许部分重复的签收 那么 大家看 第四个叫Session Translated 什么意思呢 那么上一讲 阳哥呢 和大家讲过哈 首先从语法上 这个参数 这个函数 必须要传两个参 那言下之议 如果你是生产者 假设这是处 以事物了 那么这边的话 你可以选成这个 因为我们都明白 如果第一个参数是处 代表以事物为主了 那么对于生产者 这个签不签收 作用这个参数呢 语法上需要 但是它作用已经不大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 事物级 那么好 那么痛快点 阳哥这四个参数 哪几个用的多 听好 自动和手动 用的比较多 这两个用的比较少 我们着重 先讲解这两个 好 先来说自动 那么大家来看 Session Out 那么手动签收 那么怎么个手动签收 我要是不手动签收 又会出现什么方法呢 客服端调用 什么东东 ACK方法 需要你手动签收 好 那么来 同学们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假设我们签收是谁 你收快递 是不是消费者收 那么假设 我这错 Auto 那么OK 不废话 那这儿呢 或者就直接 这个还是改成Force吧 就是生产者不动 那么好 同学们 我们将其呢 直接 删掉 好 干干净净的 什么都没有 是吧 我们对于这个对立而言 那么来 同学们请看 这个现在呢 自动签收 因为我们讲过了 这个呢 主要是偏事物生产者 我们现在图简单 生产者 因为签收 主要是看消费者 那么过来了 来同学们 3030 三条 对吧 那么来 同学们 换以前 你们懂得 我们Force 自动签收 这儿没有commit的事 那么干嘛呢 默认 什么意思 收到了 没错吧 好 四秒钟以后 灯灭 那么大家看 四秒钟以后 灯灭 哦 我再跑一次消费者 大家都清楚 这个消息不能重复被消费 好 这是健康 以前我们学的hello world的程序 那么接下来我们的问题是 这儿我也不改成 错 我们呢 在这儿 大家请看 我从client自动签收改成 从outro自动签收改成手动签收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和区别呢 来 同学们 请看老师演示 这个时候 在对列这儿 好 同学们开工 干嘛呢 首先 生产者 发三条 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 非事物的签收 先给大家演示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就是force force 跟事物没关系 读看 签收翻手 好 同学们请看 那么现在呢 我们的消息发布 OLED 3030 好吗 那么换以前我们用自动签收 现在是变手动签收 好 就从outro改成client 那么这个时候同学们请看 我点 消费消费到 O了 那么现在四秒钟以后登灭 好 关键的问题就是 我们现在第二次消费 会不会重复消费 那么顺便来看看 这儿应该是3030 还是说穿了 这儿已经变0 这儿应该变3 那么同学们 我们再来一次 我现在跑 大家请看 什么情况 是不是又重复消费了 再来一次 大家看 又重复消费了 那么这个时候 路可 3130 什么意思 现在 三条未消费的消息 入对三条 有一个消费者 当然四秒钟 我们都知道的 四秒钟以后 灯灭了以后 你们懂的 是不是消费者也就撤了 那么大家请看 主要是看 对于对立而言 主要是看头和尾 那么三条代消费 零条 未消费 OK 没有出对吧 那么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儿 如果你开始了 是吧 开启了这个手动签收 需要对每一条消息 来做反馈 好比就是说 现在快递员 给你送到东西了 你说不行 不能摆在我们家门口 不能摆在三楼前台 必须见到我真人 我验货了以后 我签字 才算数 那么这个时候 来 我们需要消费者客服端 调用 ACK方法 进行手动签收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同学们请看 我们的testmessage DR ACK 努力解 那么言下之意 就是这条消息 如果打出来了 我就代表 我确认收到 好 以前那是自动签收 现在是手动签收 那么好 我们要求开启 就有点像自动挡的车 我们现在把它换成手动挡 好吧 你更加注重这个操控的乐趣 你更加注意这个消息的可靠性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回退 回到我们的干净的程序 produce 生产者 fors 自动 无所谓 那么这边 生产者 干嘛 弄过来的以后 关键是签收 收是谁收 收到了 收才叫消费 那么所以说 主要是偏消费者 好 那么现在 我们是手动挡 来 但是我们有一个 ACK 这个时候同学们 我跑 大家请看 消费 四秒钟以后 灯灭 没问题吧 那么大家请看 这个手 出来了吧 那么 欧了 low year 0033 你看 三条进来 三条是不是出去 那么 言下之间 我现在再运行一次 消费者 大家看 由于我开启了 手动签收 并且也符合 手动签收 那么同学们请看 第二次消费 是不是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时候 是不是也是从客户端 消费者这一策 避免了消息的 重复消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了第二种 那么默认是自动 auto 然后呢 手动 那么手动的话 要显示的调用 消息的这个 ACK 这个方法 那么第三个 叫dumps 这个呢 用的很少 这个叫代副本的 允许重复消费的消息 那他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你干成这个啊 他呢 有点类似于 比方说 你这份快递 留了两个人的手机 那个到店了 假设你现在住的某个小区 到店了以后 家里面没人 那么他就把这个快递呢 放在了你们家附近的一个小超市里面 让你下班了以后去超市自己去取 然后这个时候 假设干嘛 你女朋友先去取了 但是呢 他自己在那查看 他并没有签收呢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就像吓了你呢 也不知道你女朋友已经是收过了 他没有签收 而且这个时候呢 假设他签收过程 他女生嘛 挑的东西比较馋 可能他检查了五分钟 但是随后 你也过来准备来签收了 那么这个时候干嘛 你所看到的状态 可能跟他的 是吗 是不一样的 那么允许你消息重复的时候 允许部分重复的时候 那么这个东东 干嘛 允许你重复签收 但是基本上这个 简单了解一下 实际工作中干嘛 自动和手动用的比较多 那么好 我们这个呢 就不再过多的深入展开 那么代副本的 允许你重复的签收 那么你这块 在这儿看着呢 你还没签收 另外一个县城过来 他也能看到 那么不像这个 要么自动签收 玩火 要么手动签收 玩火 而他这个呢 可能的是 看了半天 我确实收着了 但是我没签收 你眼睛过来 你又在这看 那么这个时候就导致什么呢 你也认为是没签收 那么这个时候状态稍微有点不对 好 那么他主要是允许重复的消息 可以多发嘛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 什么 在非事物技术下的 一个什么 签收的演示 谢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